19号 访问埃及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见 双方重申 需要立即停止加沙地带的冲突 保护平民 并向加沙地带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双方表示 针对加沙地带医院的袭击 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并再次谴责了 这一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行为 双方强调 如果冲突继续升级 巴以危机可能扩大和蔓延 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灾难 双方还表示 两国将继续就共同关金的问题 保持密切协调与沟通 根据埃及开罗新闻频道19号的报道说 埃及将于21号举办一场加沙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确认将参加会议 此外 巴勒斯坦 卡塔尔 土耳其 阿联酋 巴林 科威特 沙特 伊拉克 希腊 意大利和塞布路斯 等国家将派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将在埃及新行政首都举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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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